爸 看来二哥还是在你的心里 占的分量会重一些 我说八道 你们三都是我亲生的 在我心里的分量是一样重的 本来有些事 是打算先告诉你们的 您现在先好好休息吧 我去给您拿药 医生 律师 这咋子是怎么回事了呢 爸 二哥发生了意外 他的后事我已经处理好了 他已经受到刺激 所以一直没敢告诉他 您千万不要怪我 一山 一山快过来 我爸晕倒了 是 很抱歉各位 我爸在豆腐约急救 我没有心情接受猜伐 但是请大家放心 陵氏集团的一切业务 都会照常进行 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我爸的身体安危 希望我爸能够顺利度过危险期 可是最近网上有传闻 说凌氏集团的财务出了些问题 这你要怎么解释 俗话说家丑不合外样 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 这事跟牛尉有直接关系 您的意思是 凌氏集团的确出现了资产转移的情况 还是死去的林月做的 何者为达 即便我二哥做了一些错事 我林盛在此恳求大家 不要再提了 谢谢各位 这次采访必须网开 只为新媒体全平台发布 知道了 盛总 我马上去办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这个林盛真的是太无耻了 利用你跟你爸的父子关系 还给你泼脏水 他是不是真以为我们死了 没人撕烂他的嘴啊 但是我们确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的说谎 还有我爸现在这个情况 我担心林盛会做出什么更过分的事情 但是这显然就是他设计的 如果我们现在贸然出现的话 不就中了他的圈套了吗 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去一趟 我要去看看我爸的情况 如果他把我爸也控制的话 情况肯定比现在更糟糕 那好 我陪你一起回去 你在这儿待着 我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 之后回来找你 我们不是说过做什么都要一起的吗 我陪你吧 好 你放心 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是我保护你才对